5月10号是夜璇和男朋友小莫先生恋爱一周年的纪念日 夜璇在微博上晒出了超级多的虐王照片 这些亲密合照 什么天命自拍 热闻亲亲 唯美写真 全都有 夜璇更是晒出了两人甜蜜的聊天记录 尽管爱你宝贝 感恩你的陪伴 宝宝等 这些字眼已经腻得不行 但是最抢眼的 绝对是夜璇给男友全的备注 最心爱的 很大的宝宝 哎呀 知神马呀 这么误 姥姥表示看不懂 随后夜璇又删除了这条微博 称宝宝不让透露他的真实信息 并爱他了小莫先生 还在留言中跟男友撒娇 宝宝我乖宝 你让我重发我就重发了 还隐藏了你的优点 如此用力的秀恩爱 也吸引了一大波网友前来为官 更是把夜璇送上了热搜榜第一位 大家也打趣的说 错不及防 一口狗粮 当时没看明白 今天突然上了热搜才明白 夜璇更回复到 又上热搜了 受不了了 太火 鸡毛蒜皮都要搜 而对于聊天记录的曝光 有的网友也担忧的问道 爆出去 你不怕你宝宝打你屁屁吗 夜璇则回复 他高兴还来不及 正在暗血 恨呀 这么大的优点居然不爆 由此看来 夜璇还是很乐观 面对秀恩爱的争议的 随后也在微博里说到 红的发紫 那紫的就发黑呗 不红就没人黑你了 那你的发展也就黄了 如果对我的批评是正确的话 我感谢这个人还来不及呢 如果你批评的不对 那你在意什么 根本不用不开心 猫狗老戏玩 夜璇不着急 我们中途听不懂的样子 报道